飞行在上万英尺的高空 飞机的机舱却出现了一个大洞 这不是电影情节 而是1月5号一架 波音737 MAX9型客机上 发生的真实一幕 观众也许还记得 2018年和2019年 737 MAX系列飞机 曾发生两起坠机事件 震惊了世界 本月初 这起骇人的事故 再次将波音公司 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1月8号 美国华盛顿州居民被死 在路边的灌木丛里 捡到一部手机 充电口还插着 断裂的充电线 经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确认 机主是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1282号航班上的越南级乘客 陈强 而人们更关心的是 街上乘客的手机 为什么会掉到地面 1月5号下午5点07分 1282号航班 从美国俄勒冈州 波特兰国际机场起飞 这是一架波音737 MAX 9型客机 按计划 街上的171名乘客 和6名机座人员 将在两个多小时后 抵达安大略国际机场 但就在飞机起飞后 大约6分钟 乘客们听到一声巨响 位于舱内26排座位 左侧的门塞 也就是飞机的内嵌式 应急门突然脱落 在舱壁上 留下了一个冰箱大小的洞口 万幸的是 26A和26B两个座位 均无人乘坐 而26A和25A的头者 直接从洞口飞出舱外 越南籍乘客陈强 坐在27A 是距离洞口 最近的乘客之一 陈强的鞋 袜子 手机 都被强风吸走 飞到舱外 双脚也受了伤 事后他回忆称 要不是进了安全带 自己可能也会被吸走 坐在26排过道旁的一名男孩 上衣被吸走 当飞机的飞行高度不断上升 舱内气压会随之下降 为了保持乘客舒适 以及维持稳定的氧气供应 舱内会进行加压 而一旦机身任何一处出现破洞 就会导致舱内瞬间施压 2018年4月 美国新南航空运营的一架 波音737客机 在32,000英尺高度飞行时 发动机故障产生的碎片 击破闲窗 机舱内瞬间施压 导致43岁的乘客詹尼弗·利奥尔丹 被吸出窗外 不幸身亡 而本次事故发生时 1282号航班 处在大约16,000英尺的高度 尚未达到737 MAX系列客机 38,000英尺的巡航高度 否则 机舱内外的气压差将会更大 1282号航班施压后 紧锁的驾驶舱门莫名其妙打开了 一张印有重大事件处理步骤的速封盒对表被吸走 副机长的耳机也被强风扯掉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911事件后 包括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内的监管机构 与飞机制造商加强合作 对驾驶舱门进行了安全升级 1282号航班机组人员 当时不知道的是 驾驶舱门突然打开 竟然是复合程序设计的 根据波音公司的说法 在驾驶舱或客舱出现 极端快速减压情况时 驾驶舱门就会打开 确保足够的空气在舱室间流动 但波音公司在操作手册中 并未注明这一点 就连私深航空安全专家也表示 并不了解这一设计 我们花了很多精力 来确保驾驶舱门 只能从飞行员一侧打开 现在发现 它们在紧急情况下会自动打开 这就是一个漏洞 而对于机上乘客 瞬间施压意味着缺氧 氧气面罩掉下来了 我现在很害怕 我不想死 这是一名乘客给家人发送的信息 1月5号下午5点26分 1282号航班在起飞 距离20分钟后返回降落在波特兰国际机场 在这起事故中 共有三人受伤 1月6号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下令 设施的波音737 MAX 9机型 在美国暂时停飞 1月7号傍晚 在波特兰高中物理老师鲍博绍尔的后院里 1282号航班脱落的门塞被找到 门塞 内嵌是应急门 其实就是一扇假门 由于机身统一的工业化制造标准 波音737 MAX 9型客机的机身 全部带有中部应急门的孔洞 各个航空公司 可以根据机上的座位数量 决定是否启用这个孔洞 座位多的就安装应急门 座位少的就安装门塞 把孔洞堵上 1282号航班客机 就属于座位数较少的门塞板 正常情况下 门塞无法开启 从外部能看出 在这个位置有舱门的轮廓 而从内部看 门塞就如同一个普通闲窗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 门塞通常由一系列 指动配件固定 还有一组螺栓 防止其脱离飞机 但不知什么原因 1282号航班客机的门塞 向上移动了 而且目前没有找到这些螺栓 也不确定螺栓 是否曾被安装过 在英国航空专家 阿特金森看来 这可能是设计问题 也可能是制造缺陷 或者两种原因都有 根据飞行数据平台的记录 这架飞机机零仅两个月 商业飞行次数145次 以商业航空公司的标准 这是一架新机 磨损不太可能 是造成事故的原因 1月8号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表示 在对波音737 MAX 9型机队检查时 在一些飞机上 发现了松动的硬件 同日 美联航也在对自家的 737 MAX 9的初步检查中 发现了需要额外拧紧的螺栓 美联航和阿拉斯加航空 是737 MAX 9的大户 分别拥有78架 和65架该型客机 业内人士称 发现问题的客机 是在不同时间生产交付的 2023年12月 美国媒体还披露 一家航空公司的 波音737 MAX飞机 在检修时 发现方向舵系统中 有一个螺栓少了螺母 紧固件失效 在分析人士看来 这些问题很难说是偶发 更像是波音内部 存在严重的质量控制问题 在生产过程中留下义务碎片 是波音飞机质量控制中 存在的老问题 2019年3月 因为在飞机内部 发现了扳手 螺栓和垃圾 美国空军曾叫停 波音KC-46加油机的交付 华尔街日报直言 波音的制控问题 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2001年 一位名叫 约翰·哈特·史密斯的工程师 在波音的一次 内部技术研讨会上 提交了一份 有争议的白皮书 他警告说 如果将太多业务外包 又无法为供应商 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的话 波音将面临巨大风险 20多年后的今天 波音737 MAX 9型 客机的部件 由全球多家供应商制造 之后再由波音进行总装 此次事务中脱落的门塞 由机身制造商 势必瑞航空系统公司 负责制造安装 华尔街日报注意到 近十多年来 在成本高低 质量管控 和生产速度方面 势必瑞等供应商 一直与波音公司存在矛盾 工人们急于完成 不切实际的配额 这导致越来越多 所谓有疏漏的飞机 被匆忙运出工厂 在分析室看来 从追求更高质量的工程师文化 到注重利润与成本的华尔街风格 这背后有市场竞争的压力 也折射出波音对金钱的妥协 新西亚基钦斯 2009至2016年 曾担任波音公司的质量控制经理 奇钦斯在波音飞机的线束中 发现了金属碎屑 奇钦斯报告了问题 但他的上司却当着工人的面 严厉斥责了他 并在业绩评估中惩罚了他 那是一种威胁 每次我发现问题都会受到骚扰 2016年 奇钦斯离开波音 而他的遭遇并不是个例 波音却继续听到他们的职员 所以每次我掌握我的手 说我们有一个问题 他们会攻击信息 然后拒绝信息 现在变成了一个问题 你并没有提供强调报道 机上189人全部遇难 19个星期后 2019年3月10号 埃塞俄比亚横空一架737 MAX 8型客机坠毁 机上157人全部遇难 两起空难共造成346人死亡 纽约时报评论称 竞争压力 设计缺陷和监管问题 都在这两起悲剧 所使用的机型中体现出来 此后 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将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 停飞了20个月 波音公司更换了 与坠机事件有关的 自动飞行控制系统 并想方设法推动MAX系列复飞 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透露 就在阿拉斯加1282号航班事故前的 2023年12月7号 2024年1月3号和1月4号 这架737 MAX 9客机的 自动增压故障灯 曾三次亮起 目前尚不清楚 是否与1月5号的门塞脱落有关 1月5号事故发生后 坏消息还在不断传来 1月14号 1月14号 美国独有的政治体制 在进入五角大楼前 据美国独有的转压故障灯 据美国独立新闻网站杠杆报道 2023年前三个季度 波音用于油税拉关系的公关费用 高达1060万美元 对象涵盖美国白宫 国务院 国防部等政府机构 1月17号 波音公司的大客户 荷兰埃尔凯普飞机租赁公司 发出警告 现在 波音必须百分之百地 关注质量和安全指标 财务指标 对于波音的未来而言 完全是次要的 在外界的质疑与压力下 1月11号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正式通知波音公司 将针对其质量控制问题 展开调查 美国调查记者西罗塔指出 波音公司 现在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次事故 更是一种有缺陷的系统文化 事故发生后 波音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 在一次会议上承认 公司存在错误 而在英国金融时报看来 在认错之后 能否拿出实际行动进行修盛 不再走过去的老路 才是解决这场波音危机的关键